据荷罗斯卫星通讯社14日报道 荷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13日表示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试图又是一家荷罗斯媒体的记者站负责人 与其合作 与此同时 美国继续对荷罗斯记者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 以恐吓并逼迫他们离开 扎哈罗瓦说 这种前所未有的压力的又一个例子 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两次试图策反 一家荷罗斯媒体驻华盛顿记者站的负责人 目的很明显 就是让这位记者心态失衡 并试图引诱起参与损害自己名誉的合作 他说 美国情报机构的目标未能实现 他评价说 情报机关对事件报道方式 异于华盛顿所愿的不中意记者施压 是美国开展仇恶运动的典型情况 扎哈罗瓦还总结说 美国正在对正式驻派美国的荷罗斯记者 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 以最大限度的为其职业活动制造困难 或者恐吓他们 逼迫他们离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